文旅部四月表示 要先开放福建民众到马祖玩 桥顶福建旅游业者 29号到马祖彩线三天冷夜 没想到现在传出 政府打算提升大陆旅游警示 连跳三级到全色 代表避免非必要旅行 这种比较属于防堵的一个方式 不同的一个政治上的见解 会弄得两败俱伤 对整个台湾的经济 并不见得是一个正向的发展 台湾旅游警示分成四等级 红色代表不宜前往尽速离警 橙色代表避免非必要旅行 像是以色列因为以哈战争 情势紧张就被列入橙色 而目前大陆没有战争 也没有紧张局势 却传出可能跳过灰色黄色 直接变成橙色警示 邻近的日本除了新疆西藏自治区 列为最低的一级警告外 绝大多数针对大陆地区都没有示警 而美国则把大陆列为第三级示警 代表需要重新考虑旅行 这种设定很无聊 政府不予置评 想去了还是会去了 对此陆委会表示 最快下午公布是否提升警示 另外两岸目前关系最紧张的 莫过于大陆交换声 九月出现断崖式下降 一名陆生直言 北京不想和台北达成任何交流 导致各省市教育厅 直接挡掉学生申请 或是申请手续变得很慢 两岸关系紧张连带影响旅游和教育交流 如果再将旅游市井提升 恐怕也会让两岸关系将到冰点 记者杨桀张旗宇台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